欢迎大家收看华人生活网的晚间新闻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摘要 此一会有蹊跷 警方调查称 耶鲁华裔研究生之死恐非偶然 拜登超级晚开球致辞 今年46万美国同胞竟被全场发出嘘声 扩散12岁华裔男童带着电脑离家不知去想 家人恳求社会帮助 点赞 华夫一公巡逻队 吓跑小偷 春节将至 华人微信 换汇风险高 造人设局 现金和车全被选走 昨天我们报道了 耶鲁华裔研究生 江凯文遭遇枪击的被动消息 很多人都为这个才华横映的年轻人去世感到难过 但最新的警方调查显示 江凯文之死可能并非意外事件 而是有人想要了他的命 也会问警察局局长雷耶斯 在周一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正在调查 蒋先生是否是这起事件的目标 我们得到的信息表明 这起事件不是随机事件 江凯文实际上是袭击目标 话虽如此 我们现在要确定任何动机还为是过早 警方称 枪击发生时 江凯文正在驾驶一辆汽车 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枪机案发生前他是否卷入了一起交通事故 此外 据牛黑文独立报报道 周六赶到现场的急救人员发现 江凯文死在他的轿车旁 那辆车的尾部受损 雷耶斯说 江凯文被当场宣布死亡 目前尚未逮捕任何嫌犯 警方正在调查的线索当中 包括一辆逃离现场的车辆 牛黑文市长 埃里克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昨晚耶鲁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 江凯文因枪支暴力去世 对此我深感悲痛 江凯文应在下周庆祝他的27岁生日 耶鲁大学校长苏毕德也在一份声明中称 我的办公室一直与江凯文的家人保持密切联系 我希望向他们和所有爱凯文的人表示我真挚的哀悼 凯文是一个非凡的年轻人 周一 苏毕德在牛黑文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缅怀了江凯文 据他介绍 江凯文曾在国会警卫队服役 成为无家可归者 同人失误 他想用自己的经历 为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 牛黑文警察局的局长 正在以他杀对江凯文案进行调查 警方补充说道 警方正在积极逮捕相关责任人 警方呼吁知情者提供信息 请致电2039466304 云有黑文警察局联系 呼叫者可以保持拟命 昨天超级碗落幕 这场坎称是天王与接班人的伟大对决 最终汤姆拿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七座超级碗冠军 实至名归的捍卫了自己 是史上最佳球员的称号 这场比赛让球迷们看得酣畅淋漓 不过赛场上还有一件事 却引发了网友们的争论 如果昨天你看了开场 一定看到了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 在开赛前的讲话 这是一段事先录制好的视频 视频中 总统表示 全美超过46万3000人死于新冠病毒 要求全场为死者默哀片刻 拜登表示 在开球之前 我们想感谢所有在比赛中和全国各地观看的一线医疗英雄 你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们其他人的安全 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带着勇气同情心和善意 让我们度过了这一年 没有你们 我们不可能成功 我们衷心感谢你们 总统继续说 现在当我们感谢你们和所有重要的工作人员时 让我们记住 我们都可以为拯救生命尽一份力 戴上口罩 远离社会 接受测试 轮到你的时候 接种疫苗 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记住 所有那些我们已经失去的人 所以 请和我们 堪萨斯城球长队 坦帕湾海盗队 和国家篮球队联盟一起 为这场流行病当中丧生的44万多名美国人 以及他们被遗弃的亲人磨哀 但是 让人没想到的是 人群中的球迷不但没有磨哀 反而传来了不住的虚声 这些虚声 让很多昨晚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到气愤 有人在推特上说 这听起来不像是磨哀 另一个人在推特上写道 我听到的是虚声吗 这很难说明问题 在一个坐满两万人的超级环球场 单位是人磨哀 却传来虚声 有人表示 这不是虚声默哀 这是虚声给我们的新总统拜登 拜登总统的胜选一直随着前任总统川普的指责 而因为疫情和安全因素 拜登取消了所有公共场合的讲话 虽然这次还是录制视频 但是却是第一次有实体观众观看的赛事 据悉 周日月有2.2万人参加了超级万 其中7500人是医护人员 他们观看了汤姆·布雷迪 对堪萨斯成明星四分位帕特里克的绝杀 一起床 孩子就带着个电脑走了 布鲁伦一名12岁华裔男童已走失数天 其家人报警求助 并判民众提供线索 该名12岁男童名叫朱瑞安 且加入布鲁伦14大道交86街附近 据警方介绍 朱瑞安自5日晚11时左右最后一次被见到 至今仍失踪 她身高约55寸 体重在110磅左右 朱瑞安在最后一次被看到时 身穿一件红色外套 绿色毛衣 及一条灰色裤子 且脚踩一双红色运动鞋 据朱瑞安的妈妈介绍 其一家人于近期从外州搬至纽约 她在事发当晚11时时去休息时 朱瑞安仍在家中 但第二天起床后 发现朱瑞安已失踪 朱瑞安在离开家时 只携带了一部电脑 受新冠疫情病毒影响 其家人基本都在家中 朱瑞安对纽约也并不熟悉 且在纽约也没有什么朋友 朱瑞安的妈妈称 朱瑞安此前从未离家出走 而现在全家人都在为 她是否安全 感到担心不已 如今 在大雪纷飞的恶劣天气下 不知去想 家人心急如焚 我们发现她不见后 立即报了警 现在也还在外面寻找 唯一心愿就是她能够平安无事回来 民众可通过不打电话 917-770-9966 联系朱瑞安的家人 警方呼吁知情民众提供 与朱瑞安走失案有关的线索 以助她尽快回家 最近我们报道了不少华人被抢劫的新闻 这些犯罪特点几乎全是黑人 他们瞄准的对象都是妇女或者老人 因为知道这些人无力反抗又有现金 所以抢劫得手后立马消失 不少华裔老人最近看到新闻都不敢上街 也是在这种行情之下 乌伦华副义工安全巡逻队上线 据悉本周末有分裔男女 试图拿走华人商家的钱 被巡逻队看到后及时阻止 对方只得放假四元钱逃之夭夭 义工巡逻队6日正式开启 7日有更多商户和市民自发加入 巡逻队队长邝伟表示 巡逻后有一对非裔男女和八街交借口的商店 拿的东西不准备给钱 义工巡逻队看到后及时赫止 对方见势头不妙 被迫留下四元钱 飞快逃走 巡逻队成员在华府守望相助 微信群当中 时常互相提醒可疑人士 上午11时左右 有人看到跪跪碎碎的人 在华府11和12街 每间店铺都要张望一番 义工巡逻队跟随他走了几条街 此人随即离开华府 邝伟表示 巡逻队看到行为可疑的车辆 在华府四处转悠 也会及时提醒 最近几天 华府治安明显改善 他再次讲调 巡逻队的重点是提醒和震慑 萧小并非和人搏斗 看到罪案发生 也会及时报警 希望透过民警合作 保护家园 短期计划是在农历新年巡逻 让大家过个安全开心的春节 而长远希望是聘请专职保安 警局能派遣更多警员巡逻 根据纽约警方表示 从去年年底至今在皇后区东北部发生的四季 因私下换钱而遭遇歹徒的抢劫 据悉 这三起抢劫案都发生在晚间 并且都是多名亚裔男子合伙作案后 驾车逃逸 警方表示 受害人士通过网络 微信等社交平台 认识的陌生人进行钱财交易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自己现金被抢 第一起 2020年11月18日晚间9时30分左右 一名35岁的华裔女子在法拉乡樱桃大道 遭遇四名亚裔男子抢劫 第二起 2020年12月20日下午30左右 一名29岁的华裔男子遭受四名亚裔男子抢劫 第三起 1月4日晚9时30分左右 在大学140夹街15大刀 一名49岁华裔男子遭遇三名亚裔抢劫 不仅准备兑换的现金被抢走 手机和汽车钥匙也被抢 第四起 2021年1月16日晚间10时30分左右 一名26岁华裔男子法拉圣 146甲街58路附近准备换钱时 北三名亚裔男子抢走身上的现金 在很多国家 私下会换与洗钱罪密切关联 因为你无法确定换取的现金来源 如果是毒品交易 奖劫所得钻款 那么你持有锅又将这些钱通过购物 投资 职业等渠套用出去 就等于洗钱 相关案件侦破后 汇患者也将被牵连 轻责罚款重责坐牢 近年中国领事馆都曾发布提醒 曾多次接到中国公民来电反应 遭遇换汇诈骗 这些受害人都通过朋友互相推荐 在微信群中与人换汇联系 经信对方发来的或伪造或取消的银行转账截图 导致被骗汇款 财产受损 华人律师呼吁 怀外中国公民 及华人群体 勿贪小便宜 务必通过正规合法途径换钱 不少侨领和留学生表示 华人换汇网站 微信群在美国也相当罕见 新移民新留学生的需求尤其明显 法律界人士提醒说 很多国家严打洗钱 私下换汇 无法保证资金来源是否合法 一时换汇者沦为洗钱链条的一环 可能面临法律处罚 在他看来 无论何种身份 从事哪种行业 都有必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经济和法律常识 增强防范意识也必不可少 律师也提醒 涉及现金交易 银行账目等 即使是亲友要求帮忙 也要提高警惕 感谢收看今日华人生活网的晚间新闻 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华人生活网 我们也新开通了微信平台视频号 方便大家随时关注最新的在美时事焦点 晚安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